我祝福到神明的神明 在名字的罪名 圣洁在真主 他将是准则给他的仆人 以便他做全世界的警告者 天地的国土是他的 他没有收养儿子 在国土中没有伙伴 他创造万物 并加以精密的注定 他们注定出真主外 崇拜许多神灵 那些神灵不能创造任何物 他自己却是被造的 他们不能主持自身的祸福 也不能主持他人的生死和复活 不信道者说 这只是他所捏造的谣言 别的许多人曾帮助他 他们已做了不义的事 已说了不义的 命无望的话 他们说 这是古人的神话 他是人抄露下来 朝夕对他送赌 你说知道天地的奥秘者 降世了他 他却是制舍的 却是制辞的 他们说 这个使者怎么也吃饭 怎么也来往于市场之间呢 为何真主不派一个天神 降临他 而与他同为警告者 或者把一个财宝赏赐到 或者他有一个果园 能控他使用吗 不义者说 你们只剩从一个被蛊惑者 你看他们怎样 为你打了许多比喻 而他们自己误如歧途 故不能获得一条正路 圣洁在真主 如果他抑郁 他要赏赐你 比那个更好的 既夏令祝贺的一些果园 他要赏赐你一些大厦 不然 你们否认复活时 我以为否认复活者 预备烈火 当他从远处 看见他们的时候 他们听见爆裂声和太息声 当他们被枷锁着 投入烈火中的 一个狭隘地方的时候 他们在那里 哀嚎求死 今天 你们不要哀求一死 你们当哀求多死 你说 这是更好的呢 还是应许敬畏者 永居其中的乐园 更好呢 它是他们所有的报酬和归宿 他们在乐园中 得享受自己 所抑郁的幸福 他们将永居其中 这是可以向你的主 要求实践的诺言 在那日 他要把他们和 他们雪真主而崇拜的偶像 集合起来 然后说 究竟是 你们是我的这些仆人迷雾呢 还是他们自己 叛离正路呢 他们说 我们赞颂你超绝万物 我们不该舍你 而尽是任何神灵 但你曾使他们 一期祖先享乐 直到他们遗忘了纪念 他们原是灭亡的民众 主说 他们却以否认你们说的话 你们不能逃避刑法 也不能自助 你们中谁是不义的 我要使谁 尝试严重的刑法 我在你之前 所派遣的使者 没有一个是不吃饭的 没有一个是不往来于市场之间的 我使你们互相考验 看看你们能忍耐吗 你的主是明察的 不希望与我相会者曾说 怎么不使众天神 葬领我们 或者得见我们的主呢 他们却以妄自宗大 却以大逆不道 他们看见众天神的日子 犯罪者没有好消息 众天神要对他们说 乐园对于你们 是阴谓严禁的 我将处理他们所行的善功 而使它变成飞扬的尘土 在那日 乐园的居民将在一个 最优的居住之地 一个最美的休息之地 在那日 主天将与白涌一道破裂 总天神将奉命 庄严地降临 在那日 真实的国土 是属于直人主的 在那日 对不幸道者 是一个严酷的日子 在那日 不意者一面 摇手一面说 啊 但愿 我曾与使者 采取同一条道路 啊 哀哉 但愿我没有以 某人为朋友 纪念 即将领之后 他却以使我违背他 恶魔向来是 遗弃人的 使者曾说 我的主啊 我的宗族 以这古兰金为器物 我这样使每个先知 都有一些罪人 做他们的仇敌 我的主足以 引导者和援助者 不幸道者曾说 怎么不把全部 古兰金 一次降噬他呢 我这样 零零心心的 降噬他 以便我 集他来 坚定你的心 我逐渐 降噬他 他们每向你 提出一种 非难 我就 启示你 真理和 更美满的解释 那些 被匍匐着 集合于火 遇着的地位 更恶劣 是拼离 正路 更远的 我却已把金点赏赐摩萨 并且任命他的哥哥哈龙做他的助手 我说 你俩去教化 那些否认我的迹象的民众 我终于毁灭了他们 奴哈的宗族否认使者的时候 我淹死了他们 而且以他们为世人的借鉴 我以为不义者 预备了痛苦的刑罚 阿德人 塞摩德人 蓝色的居民 以及在他们之前的若干世代 我以为每一世代的人 产明许多比喻 我毁灭了每一世代的人 他们却已经历那遭恶语的城市 难道他们没有看见他吗 不然 他们不希望复活 当他们见你的时候 把你当作笑柄 他们说 这就是真主派来当使者的吗 要不是我们坚持着要崇拜我们的神灵 那么他几乎要是我们偏离他们了 他们看见刑法的时候 将要知道谁是更偏离正路的 你告诉我吧 以思域为其神灵者 你能做他的监护者吗 难道你以为他们大半是能听从或能了解的吗 他们只像声色一样 他们甚至是更迷雾的 难道你没有看见你的主怎样伸展阴影吗 假如他抑郁 他必定是阴影变为静止的 他以太阳为其标志 然后我逐渐地收回阴影 主以黑夜为你们的衣服 以睡眠供你们安息 以白昼供你们苏醒 主在恩慈之前 使风仙来报喜 我从游中降下清洁的雨水 以便我借雨水而是以死的大地复活 并用雨水供我所创造的声序和人们做饮料 我却把雨水分配在他们之间 以便他们记忆 但他们大半只愿忘恩赋应 假如我抑郁 我必在每座城市中派遣一个警告者 所以你不要顺从不信道者 你应当借此古兰金 而与他们努力奋斗 他就是让两海自由交流的 这是很甜的淡水 那是很苦的咸水 他在两海之间设置屏障和梯房 他就是用精水创造人 使人成为血族和阴轻的 你的主是全能的 他们舍真主 而祈祷那些对他们既无福又无祸的东西 不信道者是协助他人以反抗自己的主的 我只派遣你为报喜者和警告者 你说 我对于完成这项使命 不向你们缩取任何报酬 但忘有志者 能由此大道而达到七主宰 你应当信任永生不灭的主 你应当赞颂他超绝万物 他足以撤知他的罪过 在六日内创造天地万物 然后身上宝座的是志人主 你应当以他的德性请教精明者 如果有人对他们说 你们应当为志人主而叩头 他们就说 志人主是什么 难道我们因你的命令而叩头吗 这是他们更加反感 圣洁在真主 他把许多功造在天上 又造明灯和灿烂的月亮 他就是为欲觉悟或欲感谢者 而是昼夜更迭的 知人主的仆人 是在大地上谦虚而行的 当愚人以恶言伤害他们的时候 他们说 祝你们平安 他们为他们的主而通宵叩头 他们常说 我们的主啊 就你为我们避开火欲的刑罚 火欲的刑罚却是令人非常痛苦的 却是恶劣的住处和居所 他们用钱的时候既不挥霍又不吝啬 谨守中道 他们只祈祷真主不祈祷别的神灵 他们不违背真主的禁令而杀人 除非犹豫产命 他们也不通奸 谁犯此类罪恶谁遭惩罚 复活日将受加倍的刑罚 而受辱的永居其中 唯悔过而且信道 并且行善者 真主将构消其罪行 而录取其善功 真主是制赦的是智慈的 悔过而且行善者 却已转向真主 他们不做假见证 他们听到恶言的时候谦虚地走开 有人以他的主的迹象劝戒他的时候 听讲并不是装聋作哑的打憨 他们说 我们的主啊 求你以我们的妻子儿女为我们的安慰 求你以我们为敬畏者的典范 这等人能坚忍 因此将受高级的报酬 他们在乐园里将听见祝寿和祝安 他们将永居其中 乐园使优美的住处和居所 你说 假若没有你们的祈祷 你的主并不关切你们 但你们既已否认真理 你们将来受无法解脱的刑罚 感谢观看